俗话说,您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但人生在世,什么人都可能遇到,尤其是小人,防不生防,你越是不想接近的人,往往越是让你碰上,佛教上称这是八苦之一愿增会苦,那遇到小人纠缠,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心中默念下面这三句话,便可将这些麻烦化解于无形 一,随他去小人心胸狭窄,报复心强,要是招惹上他们了,就很难摆脱,如果你非要和他们争个是非对错,非要和他们抗争到底的话,那麻烦就会没完没了,永远纠缠不清了,因为小人本身就不会跟你讲道理,就是为了打击你,报复你,只要能让你生气, 难受,他就会不择手段,如果你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用他那些下三烂的手段去对付他,那自己又和小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遇到小人,心中就默念这句话,随他去,吃点亏就吃点亏,能忍则忍,不要和他们硬碰硬,白白浪费时间,你永远不可能从小人那里占到便宜, 人善人欺天不欺,小人早晚会遇到克星,早晚会有人替你收拾他 二,还是随他去小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得寸进尺,你越不搭理他,他还越上进,觉得你怕他,更加肆无忌惮,那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还是默念这句话,随他去,因为小人就喜欢争强好胜,他故意挑衅你,就是为了让你生气,你越生气,他就越开心,你越反抗,他就越来劲,你要是就是不搭理他,他再挑衅你,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就好比小孩子打架,两人对打, 才会越打越凶,如果一个打,一个不还手,打几下子,那个打人的也就不会再打了 佛教中有这么一个预言故事,一位禅师在旅途中,遇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这个人一路上在后面跟着他,不停地骂他,侮辱他,诽谤他,禅师一直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禅师转身问那个人,如果你送别人一个礼物,别人拒绝接收,那这个礼物到底应该属于谁呢? 那人回答说,当然属于送礼的人了 禅师笑道,没错,我现在拒绝接收你的谩骂和侮辱,你是不是等于在谩骂和侮辱自己呢? 所以对待小人的无辜纠缠,谩骂,侮辱,最好的办法,就是如如不动,不理他,这样他的谩骂,诽谤,侮辱就如仰面土坛,焗火焚空,对你其实并没什么影响 3.仍然是随他去在心平气汗的时候遇到小人,我们还能忍,还能随他去,但人生之事实有八九难如人意,每个人都有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本来就很烦 3.如果这个时候再遇到小人的纠缠,诽谤,侮辱,谩骂,欺骗等等,就更是在考验我们的忍辱功夫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4.还是这这句话,随他去,昔日寒山曾问时的说,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见我,讹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4.时的达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5.这个绝妙的回答,千百年来被传为佳话,其中确实蕴藏了很深的道理,是面对人我是非之时的最佳处事之道 5.生活之中,我们的烦恼无量无边,但很多都是因为我职太重,因别人欺我,亲我,辱我,骗我,讹我,见我,笑我而起,遇到这种情况 6.我们总是很愤怒,不甘懦弱,为了维护心中执着的那个我,而奋起抗争,与小人纠缠不清,反而更增加了更多的烦恼和痛苦,所以在无法避开小人的时候,就随他去,不要跟他们浪费太多的时间 6.贫穷 不顺人缘差的十种原因一般人遇到倒霉的事情,就想逃避他,可是聪明的人却研究这事情发生的原因,从这原因上根本解决 6.害怕受苦和逃避倒霉的事情是人之常情,可是害怕受苦和逃避受苦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一切苦果都是由过去式的恶业照赶来的 6.今生没做过,前世也一定做过,恶业不除,苦果就会接二连三的发生,逃也逃不了,所以光明童子因缘经第四卷上说,善恶业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仍然不会消失,遇到适当的时机和因缘,一定会结果的 6.我们了解了因果的相生相续,就要从因上下手,改掉这些导致我们命不好的种种毛病,假以时日,我们就能专额为善,进而转运成祥 7.贫苦的十种原因 1.亲自窃盗他人财物 2.教别人偷盗 3.看见别人偷盗 加以称赞 4.看见别人偷盗 心生欢喜 5.侵犯或剥夺圣贤为生的物品 6.减少或撤走父母的为生物品 7.看见别人得到利益 心理不高兴 8.阻碍别人得到利益 或加以流难 9.看见别人施舍 不产生随喜心 10.看见饥荒 不产生怜悯心 反而幸灾乐祸 遇见能源危机 不生怜悯心 而认为对自己行业有益 也是过失 天道循环最为真 谁人偿富更偿平 今朝受恶吞击者 半世当年签令人 多病的十种原因 1.喜欢打人 虐待动物 当老师或为人父母的人 如果为了学生或儿女便好 本着爱心去惩罚学生或子女 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 但如以愤怒心打学生 则来生多病 2.劝别人虐待动物 打动物 3.看见别人虐待动物加以称赞 4.看见别人打骂动物心生欢喜 5.恼乱父母 使父母心里忧愁 6.扰乱圣人或嫌人 7.看见所怨恨的人生病 心里高兴 8.看见仇人病痛好了 心里很不高兴 9.所怨恨的人生了重病 你却送他假药或与之并不相干的药 1.上次所吃的食物还没消化 就又再吃 今生身上长额疮 乃是因为前世鞭打众生 今生胆子太小 乃是因为前生常依恐惧的东西吓人 今生常入冤狱 乃是因为前生把动物关在笼子里 人缘差的十种原因 1.对于众生起极度心 2.看见别人获得好处 心生脑热 3.看见别人失去利益 心生庆幸 4.看见别人友好的名誉 其极度和厌恶心 5.看见别人名誉减损 心生欢喜 6.退失道心 毁灭佛像 7.对于父母和圣贤 不尽心奉事 8.劝别人做不得人缘的事情 9.阻碍别人修行广的善缘的事情 10.轻视或计效人员不好或微妄交叉的人 丑陋的十种原因 9.看见丑陋的人 家义轻视 挖苦或讥笑 1.习惯干损人利己的事情 短命的十种原因 1.自己亲身杀害动物 2.劝别人杀害动物 3.称赞别人杀害动物的技巧高明 4.看见别人杀害动物心理高兴 5.希望我们所怨恨的人早亡 6.看见所怨恨的人亡了以后 心生欢喜 7.破坏动物的窩穴 8.教导别人破坏动物的窩穴 9.捐钱建立神庙 然后杀害动物去祭祀 1.爱好斗争 1.并且教别人互相残杀 1.上师说 2.处处都要法善心 3.处处都要结善缘 3.这样 3.将来我们的恶缘就少了 4.善缘就多了 4.利益众生的范围就大了 5.拜佛烧香有何讲究? 3.6.酒跟含义不同 5.道寺庙不懂别乱拜提到烧香拜佛 6.拜祖宗这种说法 相信大家也都是有印象的 即使你没有真正体会过 长这么大也应该见过 每逢特殊节日 家里大人都会烧香拜佛 拜祖宗 对此也是不陌生的 一般烧香都会燃上三根 也有燃六根或九根的 你知道这其中的含义吗? 看完或许你就明白了 烧香拜佛这件事 已经流传千年 在很早的时候 人们只是对部落图腾和对大自然的崇拜 当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被发扬光大 人们的生活中就出现了烧香拜佛 不过一般情况下还是在寺庙中进行 通常情况下去寺庙中拜佛 需要选择三根香 三根香分别代表着佛天地 古代的人比较讲究 因为依靠大自然的馈赠 来吃饭种田 所以古代的人们更加重视拜天汉的 人们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佛上 也是一种心灵的向往 三根香的说法虽然也有点不同 但最终的节点却是相同的 这是去寺庙中烧香拜佛 也是一种很好的习惯 带着对佛祖的前程 带着对家人的祝愿 一起去祈祷 敬香的时候 三根香代表着对家人的祝福 敬香时选择六根香 代表着对自己未来两代后人的祝愿 敬香时选择九根 代表着三代以内后代的祝福 还有一种一十三根敬香方式 不过这个香更有讲究 只有在佛门中取得重大贡献 才能去烧一十三根香 以后敬香的时候 一定要搞清楚状况再去 不要再闹笑话了 虽然现在时代开放了 人们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一些事情上 该注意的时候就得注意了 不过有的人却认为 既然时代进步了 就没有必要去计较 这些只是形式的东西 虽然这两者的观点不相同 也要因人而异吧 相信一些信奉佛教的教徒 一定会非常清楚 因为他们看来 不注意这些小细节 可能是对佛祖的不尊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